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本图这些空警就没那样幸运了 这是日本的星木星号民航飞机 日本投降之后 民航开始发展 成立了私营日本航空 但他们那时没有飞机 最初从菲律宾航空作立了金星号 进行了一些仪式性的飞行 正式投入运营的民航机 是本图这架木星号 它是从美国西北航空租立的 然而 仅仅半年 就出大事了 1952年4月9日 木星号从雨前机场出发之后没多久 就失踪了 第二天 人们在一道大岛三元山火山口附近 发现了木星号的残骸 机上37人 全部遇难 而关于木星号的失事原因 则是众说纷纭 有证人指证 飞行员喝多了酒 他曾闻到飞行员身上浓重的酒气 也有人说 是美军地面空管员给错了指令 当时他还是美军管理 飞行高度太低 还有一种说法 更惊人 说是被美军击落的 不管如何 日本航空出师不利 之后又数次出现事故 赔钱赔到手软 没办法 日本政府只好将支收回国有 连一切债务也一起都抵 1987年 日航再次民邻化 成了战后和平的东风 它迅速发展 成为领先亚洲的航空公司 是世界五百强之一 本文照片 来源网络 若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返回邹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